我们把这一段的主节念下去 前主意脑心所明 就是这个小随烦恼 小烦恼的法治意 是个小随烦恼 其中这一个 无名放逸懈怠不幸昏尘掉去 此六者名为大随烦恼的法 大随他有八个 这里只举了六个 我们八个都介绍出来了 为自己因自身至卧死 唯一卧死而不开 执着之保 这个保是满的意思 这大随烦恼 自己不是不知道 知道了 知道怎么样 明知故犯 做不到 知道这八个 不好 这是自己的物色 可是 还是随身 改不过来 执着什么 执着到圆满 不用他人之建议 别人劝告你 你不能接受 在过去 还有人劝告 现在没人劝告了 为什么 现在劝告的时候 你跟他戒怨了 你恨他 所以没有人敢劝告 我们今天只有在讲经 讲到这个地方了 把它讲清楚 讲明白 也是劝告大家 不是指定某个人 说的人没有故事 听的人 也不会再怪我 经上这么说的 祖师这么说的 就像 聂劳住这部 大经节 里面所引用的 193种经论 他可以说 这都是古生先先说的 不是我说的 他用心良苦 也是在做 注解的吉他人 让我们从这一本书里头 可以看到 许许多多古人的 这个开示 教会 但自恶恶恶 反问 果然 自己还有恶恶反问 换句话说 这人还有一点良心 良心 未免 只是自己 公告过慢 在外表上 不接受任何人 宣告 自以为是 还是有一点良心 良心 未免 又为 二十 随烦恼之一 这大随烦恼 下面 他 臣 痴 慢 疑 无解 名为 根本烦恼 从根本烦恼 流出这 名为 随烦恼 随烦恼 是从根本烦恼 延伸出来 唯 追想过去之心事 或由 现在之事物 不满于意 自懊恼之 精神作用也 这是说 这随烦恼 到底怎么会死去 大概就是 这种情形 想过去 想现在 想未来 而不知道 佛在精干经上 告诉我们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你想这些干嘛 过去已经过去了 你恐老父子 出师带人 接吾 他有一句名言 在现前这个时代 非常值得 我们学习的 沉思不说 这个事情已经做成了 不要再批评 不要再说了 这些事情 都是指不好的事情 不提了 好事情 当然可以赞叹 那没话说的 不好的事情 不要讲了 讲的 接缘主 随事不接 虽然这个事情不好 但是他在做 而且他决定做成功 你就不必劝 这里都很有道理 既往不咎 一切不善 已经过去了 不必提 不必去追究 你能跟人 和睦相处啊 你能够得到人的信任 人家 真的是个好人的话 有良心的话 他遇到不能解决的事情 他会向你请教 那你就可以确告他 他不着来向你请教 你最好不要提 最重要是 以德服人 以德就感动别人 帮助人 回头向山